字幕志愿者 曹永恋、李思哲等人 這日宣傳劇集《他他他的少女時代》 這次劇講到中年危機 兩位都應該很有共鳴啦 遇到很久了 過了老年了 我少年未到的 幾年未到 我幾十歲了 是呀 那戲劇頭脆 是呀 我老實說過了中年危機 曾經說過中年有一段時間 在事業上你會很擔心家庭 將來怎樣 但是過了一段時間 體化了 加上真是過了的 譬如每一年都擔心養小朋友行不行 但第二年又行 所以這個危機其實都暫時過了 另外也是身體 也會對自己的身體有很多懷疑 比如說以前頭痛也不怕 可能現在頭痛會不會有些什麼呢 會不會去醫生檢查一下 即是會有這樣的回思論上 前列腺那些 這個人很擔心的 哈哈哈哈 兩位這天還帶展歌喉 阿廉說他為了之後 和蕭靜蘭的演唱會 沒有偷懶念歌的 不過蕭就說 好像帶著老人家一樣 那我帶著小朋友而已 但是沒有什麼經驗的小朋友 我請大家記住 陶永年和蕭靜蘭都是歌星來的 是啊 連我都唱得的 我說高峰的時候沒有再唱 他又沒有得唱 是這個分別 哈哈 你們兩個有個底點 有個底點在這裡 希望氣氛 帶大家開心心一晚 沒錯 好驚喜